捐血是一项相当有意义的活动 不仅促进个体自我协议形成代谢 活化红血球外 在他人需要帮助时也能及时协助 南钢福伦社及南投高商 日前也于校园内举行捐热血的活动 叛号召学校师生响应捐热血 捐血活动是一个有意义身体 还有帮助别人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今天很感谢南钢福伦社 在我们南投高商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让学生能够了解如何做一个 在大家认同的一个公益活动 还有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正常的循环 很感谢南钢福伦社 因为我没有捐血过 然后学校跟好办这个活动 就来体验看看就是捐血一代救人移民 然后希望可以响应更多人来参加这个捐血活动 南钢福伦社社长谢其安表示 捐血活动今年为第二年所举办 希望这个活动能够让学生了解到 满17岁就可以来捐血 共同帮助他人 南投南钢福伦社 很高兴来到南投高商 合办捐血活动 那今天的捐血活动 从去年就办过一次 今年是第二年 那我们都知道捐血的年龄 是17岁开始到65岁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合办的捐血活动 给学生们知道 17岁就可以来捐血 而且当有人需要输血救助的时候 这个血液就发挥了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号召全校的师生 一起来热血一下 捐血一代救人移民 南投高商校长何景彪表示 相当感谢南钢福伦社的用心 在校园举办捐血活动 也希望借有活动从校园开始推广 鼓励师生踊跃捐血 以往我们南投高商 办这个捐血活动 我们都鼓励我们同仁来参加 今天更感谢我们南钢福伦社 我们赛西安赛主委 特别来赞助 加油 我们也希望这个举动能够延续下去 因为这个爱我们要传下去 不是说学生离开学校 就没有来做这个捐血 平常自己要照顾好自己身体 利用捐血的时候给血液更加流畅 真的很棒的一个活动 感谢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活动 能够传出去 希望社会更多的人能够来响应这个活动 近期台湾血库中的血带库存量偏低 也希望借有活动的办理 除了鼓励校园师生捐血外 借此也能响应更多民众来捐热血 进而能够帮助到几波需要的任何一位伤者 记得从军南投采访报道